各位网友 各位同胞 大家好 我是老兵兰 欢迎来到民族政线 那么这两天的新闻也蛮多的 现在的美国总统大选 那么已经陆陆续续的投票啊 各方面都已经开始展开 早就已经提前有的都已经投好票了 但是呢 感觉挺混乱的 总体感觉美国这一次的大选挺混乱 而且你投的票 有的人说 好像有两千五百万张票 川普的票不知道到哪去了 所以说呢 这个计票呢 它是关键 当然了 这次他的这个大选选情挺胶着的 具体我们到时候再看 个人感觉呢 这个川普的迎面大一点 然后在这个美国总统大选的过程当中 也就是这两天 中国呢 也是不停的在亮相新的武器 也在亮相军改的成果 以及呢 做好了这个战争这个准备 今天习近平同志到湖北去视察空降部队啊 目的是非常明确的 那有的人说 那习总他们这个通告当中又没有说下达这个指示 你怎么知道 相当明确嘛 你知道他去哪些部队带谁枪吊 一看就看得出来了 要知道习总是视察的 这个要求这个部队做战争准备 都是会带这个中央军委副主席主管战争 主管军事的这个何伟东 之前专门去视察南京军区司令部 就是对网上的这个武统的声浪 做一个直接的回应 对吧 你看再之后有什么学者敢胡说八道 说武统只是网络上的声音 像这个严学通 这个拜类 清华这个拜类 跟伯恩斯给了他一些机会 他马上就说 武统台湾只是中国网络上的一些声音 那么真的是中国网络上的一些声音吗 对吧 自从习总视察南京军区司令部以后 一般人他不怎么去视察这个战区司令部的 南京军司令部视察要求做战斗准备 对吧 火箭军针对台海的针对美日的 对吧 黄山61旅去视察了 福建的武警收拾残局的去视察了 海军陆战队登陆强攻台湾的视察了 对吧 狼后这一次就是空降部队视察 何伟东中央军委副主席主管作战的 如果带张有小的话 那可能就是说是一些政治和人事上的一些事 肃清这余毒那余毒 所以说呢 要看到这些安排 但中国又亮相这些新式的武器 美国呢 这个大选又显得非常混乱 日本 英国呢 美国的左右手 又是这个纷纷来向中国发出一种 一种这个提前跟中国打招呼的一种姿态 因为从他们的举动来看 他们也认为是川普应该是上来的 他们的情报网络肯定比我们知道的要清楚 因为他们又是左右手嘛 对吧 谁能当选 谁不能当选 也就是说 从我们讲 我们按照就是说 正常的这个面来看 肯定是川普当选 没问题的 但是 因为民主党这次非常阴邪 到处在动手脚 所以说呢 这个具体情况 就是显得会很微妙 所以老编就说过 连这个美国的一只松鼠 被安乐死的松鼠都能成为X因素 可想而知 它的混乱程度是空前的 所以在这个大背景之下 中国的资本市场这两天是涨了势头也是挺猛的 A股新记录 三大指数集体大涨 深圳城市占上11000点大关 10月5日下午 A股收盘 三大指数集体大涨 上阵指数收涨2.32% 收报3386.99点 深圳城指涨3.22% 自10月8日以来 首次站上11000点整数关 创业板指涨4.75% 收报2289.84% 点盘中一度荣积2300点大关 北镇50指数大涨8.12% 全天成交额合计 23506亿元 较上一交易日 放量6272亿元 值得注意的是 市场成交额 以连续25个交易日 突破1万亿元 超过23年4月30至5月10日的 连续24个交易日 创2015年7月中旬以来 A股性的连续万亿成交额交易 记录 各行业板块全面开花 航天航空 软件开发 保险 非金属材料 小金属 半导体 电机 房地产服务 互联网 服务 电池 传播制造 证券板块 涨幅拘浅 基本上全是主要的 就是我们目前中国大国崛起 这个高端制造相关的 这些 这些产业 还有一些金融的 现在都是在大涨 说明这个股市呢 是挺健康的 它是符合 我们讲的正常的一个股市的规律 就是说 哪些行业 有笨头 哪些行业 将来能有大的发展的 和这个热点的 高利润的 那么 如果你买到这些股票 它在这里涨 这个是符合市场规律的 如果一天到晚 一些垃圾股 仙股在那里涨 那这个就是 就是投机行为 就特别明显 所以说 这就是什么 那 军政的这些事情 和综合国力 作为依托 去这样涨 我认为是很健康的 所以马上就 快要干到3400点了 又可以又回到3400点 所以来往跟各位讲 炒股这件事情 不要那么急躁 频繁的去调动仓位 频繁的去 去追涨杀爹 对吧 因为十月到现在 三个星期都没怎么动 现在呢 又开始 重新这样子往上动 这是好事 因为之前 老明说过 阿尔巴特大街的儿女们 八王爷 九王爷 十王爷 十四王爷 他们呢 在这里面进行反扑 你把人家空仓 把人家的杠杆 给打爆掉了 爆仓了 人家能不火大吗 肯定在这里面 就要给你来搞件事情 对吧 然后有的一些 这些 拿了钱 所谓的离场的 一些资金 也是在观望 对吧 那么 看到了 确实是中央是有决心 要让它涨上来的 那就进来吧 明天全国人大 要听取 对吧 央行行长 财政部长的 这个 质询 听他们这个 施政报告 对吧 你们到底怎么样 而且国泰均安和海通证券 要这个合并 上海市 人民政府也已经同意了 所以说 这个炒股票 也是要耐心的 还是老命那句话 要知道自己是什么属性的 是属于什么阶层的 什么等级 然后你再去弄 对吧 一定就是 不要在这里 涨上去嘛 天天搞得自己像一个鼓声一样的 朋友全发发 牛逼的不得了 对吧 屌了要死 跌下去了嘛 他妈比吹头丧气 尾巴夹得紧紧的 不要有这种心态 这个东西 还是要有一定知识的 还是要学习的 包括你看现在巴菲特 他清了美国苹果的股票 他认为苹果也到头了 为什么呢 华为崛起 对吧 当然还有一些 很多的一些瓶颈 但是大趋势是好的 然后苹果之前 生产了一个什么软东西 那个名字我一下子给忘了 就是Apple的那个什么 那个眼罩 就那个软东西 现在都停产了 那种软东西有什么意义呢 对吧 所以注意说像美国这些科技公司 包括你看现在还有听说过 OpenAI公司吗 Soul R 对吧 把你梦里面的东西给读出来 还有吹这些逼声吗 对不对 而且像什么特斯拉的这种股票 特斯拉长期来讲 也没啥发展势头了 什么SpaceX 装逼刷两下 为了拉动股票 装逼刷两下 也没啥特别大的笨头 中国火星探测器 二三年就要回来 给我们送回火星土壤了 对吧 美国NASA又问中国 要这个什么月球土壤 对吧 你不是阿波罗带了几百斤吗 对吧 就你美国会搞商业飞行 中国就不会搞 搞不了 这不我不说 这两天长三角 有一名神秘的旅客 花了一百五十万 也得要登上这个太空圈 对不对 所以说综合的这些情况来看 中国股市是应该正常的来 非常正常的来涨 然后这个美国 可能本周或者说下周 可能就要宣布 十一月的这个降息了 因为他必须要降息 他要说放出消息来说不降息 这个也是不太可能的 因为他不降息 对他美国的这个经济 没有什么好处的 也是有违规律的 所以说现在美国的对面混乱 中国这边呢 一个个这些武器装备都亮相 就显示 对吧 尤其红旗十九和这个殲三十五A 向人们展示了 我有盾 我有毛 对吧 购买购置中国资产 那是王道 所以老兵就讲了 那些阿尔巴特大街的儿女们 高干子弟 你看在国内 对吧 又是搞这些软事情 说句实在话 金星沙白和杨丽 这些事情背后不就是国内这帮资本在运作吗 对吧 你说沙白给我们兜售安乐死 你不得也有国内公司牵线搭桥吗 是吧 你说这个杨丽搞这些事情 不都是有京东啊 魏建军他们这些来找他吗 对吧 你京东之前你的这个架构怎么搭的 对吧 徐向前孙子徐勒心里很清楚吗 对不对 一会儿那个股票涨了 他们那个那些什么中信 什么旗下的一些舱都爆掉了 你们就在那边编造 说任志强女儿在朋友圈写了个信 要求习主席把任志强给放了 把他弄到国外去看病去 对吧 北京警方证实这是假的 对不对 你们这些高干子弟的反扑 高干子弟在海外都是有房地产的 在海外都是有公司的 所以说老美之前 美国众议院众议长江森 讲的那些B话 讲的那些骚话 说什么你们赶紧阻止武统 不阻止武统 就怎么怎么样 那这不一个个不都露馅了吗 针对这个LGBTQ这些事情 不都亮相了吗 还有这个金星 金星它背后也是有人的 它没人能在中国一天到晚 这样晃来晃去吗 而且这个人肯定是地方一些 都是给面子的 对吧 不是给金星面子 是给金星后面的人的面子 是给这些他妈的叛国者 盗国集团的面子 他在搞这些事情呢 不然的话 你说他一个普通人 能有这种能量吗 是不是 沙特的王爷们 抢着压住中国科技 十月 中国与中东之间交流密切 这一边的北京 十月中下旬 沙特旅游局 则把椰枣特色香料咖啡 熏香 乌德勤和古 搬到了古建筑天坛 中东南人带头巾 大白袍 在天坛的红砖绿瓦里 给游客弹奏 乌德勤 沙特文化大臣巴德尔亲王 和旅游大臣 进入访华 中沙双方签署 举办2025年 中沙文化年的计划 沙特旅游节 在北京天坛举行 那一边 阿联酋迪拜 十月中旬 科技与能工智能会展 GIT-EX 中东地区最大的IT展会上 来自中国的科技公司 如华为 科大讯飞 质朴AI等 卷起了大模型 华为在超大摊展台上 展示了华为 云和数据中心 语术科技的机器狗表演了 当家本领后空翻 中关村科学城管委员会 一口气带了 19家科技企业组团参展 中东资本在家住中国 根据全球主权财富基金数据库 GROBALSWF的数据 自去年6月至今年6月 中东主权财富基金 已在中国投资了70亿美元 是前一年投资额的5倍 受国际行事影响 中国与中东的合作天空下 不时飘来乌云 几个月前 沙特公共投资基金的 全资子公司 ALAT的高管曾在5月表示 若美国提出要求 沙特方面将考虑从中国撤回投资 但这种干脑乌云 未必能影响中国与中东合作的大势 沙特对美国的口头归表示 实际上对中国的投资 连来大手笔 一转头 5月底 沙特便有极大投资动作 PIF的子公司 ALAT 愣购联想的20亿美元 零稀可转债 沙特阿美 则以7基金一方面 重仓4亿美元 投资中国的质朴AI 又参与上海 新原半导体的 B 加加人 聋资 中国资本对中国的AI产业 很老就投取了目光 21年 AI大模型还没出事之前 上汤科技与 沙特国家主权基金 PIF 共同成立合资公司 为中东地区提供 能工智能局的方案 构建当地能工智能生态系统 所以说呢 现在这个 中东的这些沙特这些网野 阿联酋的 这两天 这个中国驻阿联酋的 这个大使是非常忙碌的 到时候呢 我给大家呢 就是展示一些 阿联酋跟中国那边呢 什么世界石油大会 还有这个阿联酋 那边的一些 比较高档的一些 就是中国在那边的一些 表演什么的 所以说呢 这些王爷 这些王子 大量的在购买中国资产 从英国 从瑞士 从欧洲都大规模撤资 在中国这里进行资产配置 所以这个就是 中国就是什么 就是一条龙 说龙 说其实我觉得不太好 要说凤凰 凤凰 火凤凰 然然生气 现在又展示了这些武器 就是在告诉他们 没事 放在这里 老美想跟我们闹 门都没有 打了他找不到北 谢谢各位支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